好 主观众要提醒大家 现在正准备要出门的话呢 最好是把雨具给携带出门 因为现在有些地方 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是蛮旺盛的 因此也开始下起了大雨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 是在新北市的板桥 都已经开始下起了雨了 而且现在的气象局也针对了新竹 新北市 宜兰 桃园 还有台南 高雄 都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要提醒大家可能会持续到三点钟左右 而且呢 部分地区有可能会有一些摊坊 跟落石的危险能见度都比较低 因此现在呢 都要提醒大家 因为未来几天 太平洋高压 都会比较冬退一点点 所以也会让一些水气比较多的地方 就开始有些热对流发展比较旺盛 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每一天的午后 都得要留意 有可能会下起大雨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尊情形 向神镜头交往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